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宣布首相安倍晋三将从16号开始 访问埃及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四国 预计将对加强合作应对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进行确认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3号首度公开点名 周永康取材后令计划等人严重违纪违法 美国中央司令部推特遭害 美方说账号被害不等于机密外泄 曝光资料中包括中共暗机飞弹 对美军的反介入威胁区域 其中台湾西半部都在此范围中 而中共的海机飞弹威胁几乎覆盖了台湾全境 德国总统高克在一个谴责恐怖组织攻击巴黎 既反对日益高涨的伊斯兰恐惧症集会上 还对德国穆斯林社群表示 我们都是德国人 五报头条来带您看到 巴黎反凤周刊统席案 周一星期最新一期杂志今天发表 记者会上为这次封面操刀的漫画家多次哽咽 他说恐怖分子也有赤子之心 不过他们这次失去了幽默感 И然后上后一声 我写在冰冯 sales自解释 然后我梽凌乱 这次是负磨 我们的封面 我们终于这番封面 漫畫家魯茲多次哽咽 他透露自己這一次是邊哭邊畫畫 他之社也出面感謝所有支持者 包括政界娛樂界名人 而這起震驚國際的槍擊血案 總共造成總編輯在內12人罹難 而3名槍手也在拘捕過程中身亡 槍擊案之後 法國已經升高了境內的戒備 檢方證實 一名與查理周刊槍手有關的 法國籍恐怖嫌犯 已經在保加利亞被捕 這名被捕的法國人 是29歲的弗里茨·約阿辛 為海地裔的法國公民 因為有前科被國際通緝 今年1月1日 企圖進入土耳其境內時被捕 保加利亞在本週一 收到了巴黎發出的逮捕令 才知道約阿辛也是試圖 發動恐怖襲擊的成員之一 保加利亞已經準備將約阿辛 引渡回法國受審 此外 法國安全部門認為 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 是受到來自法國境外的資金援助 策劃可能長達3年之久 涉案的恐怖分子可能多達10人 法國警方表示 已經鎖定了幾個涉嫌資助這次恐怖襲擊的嫌疑人 繼續站回台灣 台灣爆發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潛流感疫情 範圍已經從原本的五縣市延伸到七個縣市 官方說只要有病毒基因驗出有H5 情廠一律撲殺 撲殺的養情數目已經逼近了10萬隻 不過昨天雲林卻發現有死鵝被丟棄帶大牌 潛流感在雲林地區急速擴散 將撲殺預計1萬1千多隻鵝 那這次疫情的話非常非常的險峻 那問題點是在說 我們目前送釀到中央研究單位的話的結果 那目前都大概3到4天才能確診 那這段時間可能有相關的疫情的一個擴散的風險 養兒產業者說 從發現後至今才4天 而知就幾乎全軍覆沒 前流感疫情蔓延快速 但卻發現有死鵝被丟棄在四湖下輪大牌 早上是有民眾通報我們環保單位的話 就是在大牌裡面有發現有民眾 隨意丟棄的一個死亡的一個情資 那這個部分的話 雲林縣政府在這邊呼籲我們所有四組 如果有家禽死亡的話 務必行正常管道做通報 並將死亡的這些家禽的話 送畫質廠去畫質 不要再任意的丟棄 甚至迫在眉燒 雲林縣府表示 因為這樣子會影響到疫情的擴散 跟污染 那按照環保署的失業廢棄物的清理辦法 如果有查到這樣的情形 那業者是會被罰 六千塊以上 三萬塊以下的罰環 防疫如同作戰 沒有引力疫情的事情 那相關的處置跟通報的這個時間表 我們會放在網站上面 來讓大家公平 那監察院當然也啟動了調查 我們會配合監察院來做調查 冰原當然我們一開始也初步推估 最可能來言是這個野鳥 那後鳥 那但是當然因為我們有對後鳥的監測 事實上到目前是沒有 還沒有找到 所以對它的確切 對我們還會持續加強監測 台湾其中感疫情延燒 而中國福建省廈門市 新公布有五起確診人感染H7N9病例 有1人死亡 自這次是1名12歲的學生 還有3個人病情為待 而稍早金門縣長召開防疫檢討會 因應福建H7N9疫情 今天晚間我們還會有更完整的報導 好 政治交替來看到 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之後 說前朝財政是一筆爛帳 不過台北市前財政局長陳寅榮 就在臉書上反駁澄清 而發文還被前市長郝龍斌轉載 稍找陳寅榮受訪說明 柯長說他覺得可能因為 16年沒有政黨輪替 所以我們的財產一筆爛帳 那這件事我就覺得有很大的誤會 沒有一個名稱叫公車專用道的 這個財產列帳名稱 所以基本上依規定 並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列帳 可是公車專用道 他的財產有沒有被列帳 是有的 有機會柯市長可以 我倒比較建議他是 跟現在的團隊的同仁好好溝通 我覺得這點比較重要 對 前財政局長陳寅榮 澄清爛帳的說法 而另外今天有週刊爆料稱 柯團隊的新任都發局長林周明 任公值前開設的公司 極欠高達8000多萬元的工程款巨付 被包商提告 林周明今天中午也將親上火線澄清 另外特徵組偵辦頂星集團政治先進案 今天傳國民黨中央委員連勝文 連勝文上午被偵訊近兩個小時之後 在近11點的時間踏出特徵組 沒有接受任何訪問 只對大家說了一句 謝謝大家隨即離去 好 那接下來請看今天的財經100秒 世界油價雖然已經跌到將近6年來的最低點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能源部堅稱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不會減少產量 可維特則預期油價跌勢 上半年難有改善 中國深圳房企龍頭 夾照業集團承認已經有多筆債務違約 包括無法支付8號到期的海外債券利息 2300萬美元 成為中國首家出現美元公司債違約的開發商 之後可能引爆25億美元交叉違約 加速4G普及 經濟部匡列51.81億元 打造智慧城市 計劃從2015年元旦起開放業者申請補助 隨著越來越少人單獨使用MP3 目前排名第二老五的經典iPad系列中的iPad Shuffle 可能走入歷史 據資料顯示 蘋果商店的庫存持續減少 依照過往的慣例 使這種產品可能將停止生產或更新的迹象 新台電視整理報導 封面報導 昨天開始水氣逐漸增加 加上氣溫夠低 玉山在清晨降下今年的第一場雪 根據玉山氣象局通報 玉山從凌晨4點20分開始下雪 雪線已經到達排雲山莊 目前積雪將近5公分 降雪仍在持續當中 接著我們關鍵下節新聞重點 法國昨天晚上為恐怖襲擊 案的殉職警察舉行攻擊 歐洲正面臨美國911以來最嚴重的恐怖危險 H5N8起落感病毒全球蔓延 加拿大已經對華盛頓下達情類產品禁令 我們帶您看到海外防疫情況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物件新聞 甲崩的好朋友 泛有產品重視現代人追求健康 方便衛生飲食的標準 不含防腐劑 人工香料 人工色素 起雲劑 現代人養生飲食的最佳選擇 中獲罐頭類的金牌獎 幼良獎及全國金字招牌獎 並持著服務 奉獻 健康的經營理念 提升國人吃的品質 更能讓消費者購買是安心 吃得放心 伴有 甲崩的好朋友 北港朝天宮 媽祖慈心 苦激世人 神恩與天童宮 今天感恩 福報 平安的祈願 今年的耶誕很不一樣 法拉里衛浴帶您環遊時節 法拉里衛生飲食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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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景用心 让您用水更安心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法国日前接连的恐怖袭击案 造成17人被射杀 台北时间昨晚 法国与以色列分别为殉职远警 以及罹难者举行攻击 欧洲警政署则警告 欧洲正面临从美国911以来 最严重的恐怖危险 上周在巴黎系列恐袭事件中 丧生的四名法国及犹太裔害人质的遗体 已经按照家属意愿 并征得以色列政府同意运回以色列安葬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携夫人 前往耶路撒冷橄榄山姆园参加葬礼 葬礼上遇难者布雷安的遗孀上台致词 他的道次让许多人眼含泪花 法国查理周刊这个月7号遭枪手攻击 包括五名顶尖漫画家和两名警察在内 共12人丧生 将手后来又伤害了四名犹太人和一名女警 周二法国也举行隆重仪式 安葬三名遇害的巴黎警察 他说为了让我们能生活在自由中 三名警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奥朗德追授三名殉职警察军团勋章 这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级别荣誉勋章 新唐记者唐梅综合报道 香港传真来看到 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与旗下的苹果日报大楼 礼拜一凌晨遭两批歹徒投掷三枚汽油弹 刚进昨天已经逮捕了一名17岁闲伴 而这名17岁的中学生 11号涉嫌在某大楼楼梯间测试汽油弹 该警方不排除有关联 但少年否认说事发时他正在家中 而据了解警方已经锁定另外6名疑似涉案人士 预计将陆续展开拘捕行动 中国维权律师的处境备受关注 日前有上百名的大陆律师发表联合声明 要求深圳市司法局以及旗下下属相关司法局 立即停止对深圳律师范彪文、王胜生等人的迫害 同时希望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能够及时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今天晚间我们还会有更完整的报道 禽流感来看到 对积压而泪有高致病性的H5N8型禽流感病毒 全球蔓延 我们来看到海外的防疫情况 为了防止禽流感传播 加拿大已经对华盛顿下禽产品禁令 请看我们记者来自加拿大的报道 如果您有南下购物的打算 别忘记提前把禽类产品从购物清单上删除 自从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检测出禽流感之后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就禁止在从那里带回禽类产品 不过温哥华当地的消费者表示并不知情 EAN今天南下购买的鸡蛋被海关没收 上星期四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开始禁止携带鸡蛋 生加禽肉类 以及含有禽类原料的宠物食品 当地禽类制造商表示 这将会影响到省内1%的农场 他推算 金领大约在四个月后可以解除 加拿大边境局不愿透露被没收 禽类产品的数量 不过发言人表示正在跟视频检验局合作 希望让大家了解更多信息 以免花冤枉钱 新唐人记者张宁温哥华报道 来看比较轻松的话题 神韵艺术团全球巡回演出 在纽约林肯中心上演之际 不少到过中国的商业界人士前来观看 他们为神韵展现的中华传统文化而喝彩 神韵的舞蹈和音乐 都给这些商业精英们留下了难忘印象 中华优独播剧场 舞蹈节目善的力量让他们深有感触 看完后有观众就立刻告知好友一定要来看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林肯中心 从1月14号到18号还有7场演出 新台人记者安心纽约报道 这名的英国儿童读物帕丁顿雄 即将在本周末月上大一幕 这是风靡全球的可爱小熊 这次将带来什么样的冒险 带你去看看 电影改编自迈克尔邦德的畅销书 故事围绕一只年轻的秘鲁小熊 他孤零零来到帕丁顿车站并迷路了 一个善良的家庭根据车站的名字 给这只小熊起名叫帕丁顿 并将它带回家 好人喜爱却老是制造混乱的帕丁顿雄 如何怀抱梦想在伦敦展开新生活 他的都市历险记 又将带给周遭的人什么样的惊喜 帕丁顿雄制片大卫海曼大名鼎鼎 制作哈利波特与地心引力 缔造全球票房夹击 他说帕丁顿雄是自己难忘的儿时回忆 除了上演惊险的历险戏 帕丁顿雄还被邪恶又心怀不轨的动物标本师发现 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妮可·基德曼这次将在戏里使坏 演坏心肠的动物标本师 帕丁顿雄将于1月16日在北美上映 帕丁顿雄将于1月16日在北美上映 再给大家欢乐与感动 新唐人记者夕香兰好莱坞报道 接着我们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国民党周六举行党主席补选 不过却有国民党党员 要求维持马英九的党主席一职 来看稍早朱立伦的说法 新闻电命案警方昨晚查清死者交友情况 锁定一名成姓男子涉嫌重大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使用黑金钻除碳纤维 给您前所未有的甘爽感受 黄霉抗菌持久弹性 排水透气冬暖夏凉 除受率百分百 坚持最好环保健康 现在就上网搜寻 顶级打造来自千石 Just Time 荣获百项国际设计大小 简约 优雅 淋漓尽致 正经销代理 www.justtime.com 欢迎回来 国民党周六将举行党主席补选 因为只有新北市长朱立伦一人参选 所以朱立伦是笃定当选 不过有国民党党员 却传出要申请假处分 来维持马英九的党主席一职 来看看稍早朱立伦的说法 假处分会不会担心 17号选不成 这个对不起 这个想这个党中央来回答 我现在不适合回忆这个问题 今天立法院有这个政党法的这个草案 今天正式开始讨论 不过国民党还是党下 这个不但党产的条例 这个我们尊重立法院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台湾禽流港疫情扩散 今天上午中兴大学 也召集相关学者专家举行座谈 也再次提醒防护的重要 到目前为止先进国家 唯一的方法就是扑杀 就是把这个病毒的扩散 的风险降到最低 因为也没有疫苗 它病毒也没有什么药品 可以去治疗它 谢快乐教授说熟食非常重要 但禽鸟的粪便带有强大的病毒 加紧嘱咐料理食物时 要避免蛋壳粪便污染到双手而污染食物 另外虽然目前还没有传染人的案例 但是提醒有类流感症状的人员 避免在第一线执行扑杀防疫的工作 台北市闹区西门丁 昨天发生害人的枪杀命案 警方昨晚清查死者交友情况 锁定一名成姓男子涉嫌重大 正追查行踪 而这是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以来 手中的重大刑案 柯P已经指示警局要全力进行侦办 而今天中午柯P还透露 警察局长一职 将由台中市警局局长邱峰光接任 张华夏先请来看到 他与歌谈天后将会演唱会风波刚过 彰化一家咖啡馆 看准机会推出二姐的人像拉画 美脉微笑的脸型也吸引了许多江慧粉丝 像浓热咖啡成了画纸 拉花达人紧盯着手机显示江慧照片 不到十分钟二姐人像拉花 清楚在咖啡上浮现 就是画得微妙微巧 当然舍不得喝啊 叫他来欣赏用的 当然会舍不得喝啊 对啊 就是说是二姐的那个画像 对啊 就觉得很特别啊 更特别的是使用咖啡之当颜料 在纸上画出人像 还可以让民众带回家独自欣赏 觉得很新奇 很新奇 然后想要来尝试看看 咖啡这种东西它也是有颜料 它也是有颜色的嘛 那是不是可以运用它来画在纸上 跟纸张的那种 就是说接触 应该说 它在纸张上面的固定 好还是不好 它会不会像水墨 会像水彩一样的那种 那种特性 陈明雄从小就喜欢素描 擅长人物写实技法 原本从事制协国际贸易工作 后来为了绘画兴趣 将工厂办公室改为咖啡馆 并尝试在奶泡上画上客人肖像 因为每个人的五官不一样 我不可能把每个人都画得一模一样 所以每个人的五官特色 事实上在画的时候 我必须很专注 去注意它的每个位置 大小 它的很特别的 整个线条的幅度这样子 看着咖啡上呈现偶像的模样 客人大家都舍不得一口喝下 陈老板说 他希望用艺术来交朋友 咖啡馆也成为另类的艺文空间 新唐雅台电视 叶喜红 陈映珍 台湾彰化报道 待您看到1月14号的天际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今天的新唐人五千新闻 感谢您收看 再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